裴元 你听我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明明已经恢复记忆了 却费尽心思瞒着我 把我当猴耍 很有意思是吗 我有想过跟你好好解释 可是 想过 那你为什么不解释 季世玉 你说过你从来没有骗过我 以后也不会 你说过你不喜欢林笑婉 你喜欢 难道这些 都是假的 不是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 你和林笑婉 是青梅竹马 是商业伙伴 你们俩和气活来骗我就算了 但是能不能收敛一点 别让我知道 别让我恶心行吗 我什么时候和她和气活来 骗过你了 裴元 我都还没说你呢 你过生日的时候 为什么和季泽生在一起 你就 我就什么 我就这么随便是吗 那天 在家里打扮了一个多小时 又像傻子一样等了你那么久 最后打电话给你的时候 你跟林笑婉在一起 你要我怎么想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的行李 还有你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 滚吧 你 你什么你啊 你哥跟我签合约里写得清清楚楚 一旦你恢复记忆 合约自动终止 进来给钱 我车换了 回不去 那你不会打车啊 几岁了 我不喜欢和别人坐一辆车 那你扫个共享单车不行吗 我家离这儿三十公里 我家离这儿三十公里 我在上面试过法了 你进回去吧 你就真的一点面子都不给 原来我罗丹 你这样的 十一哥哥 我终于见到你了 你怎么来了 我想跟你吃饭嘛 更何况这位都能来 我怎么不行啊 裴员是我请来的客人 也是我追求的对象 等吃完晚饭 我就要带他见爷爷 泽生 你干嘛突然说这个呀 怕什么 我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 裴小姐 我还真是羡慕你呢 泽生对你这么好 不像某些人 向晚姐 你说的某些人是谁呀 还能有谁呀 一天天的粗心大意 都要订婚了 你不到现在都还没订下来 林向晚 说什么呢 你要是敢说话 我就敢当你的项目 没法落地 你以为我真的会怕你 向晚姐 你真的要跟十余哥哥订婚了 我就说嘛 什么锅配什么盖 某些人之前费尽心机 想飞上之头当凤凰 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 宋志慧 你说谁呢 说的就是你的追求对象啊 一个知三当三的捞女 艳照都传遍公司了 他自己干什么事 他自己清楚 你再说一遍 够了 则盛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我送你 小婉姐 你怎么不追出去啊 吃吧 季时玉 你都已经跟林向晚求婚了 你这样是什么意思啊 你这样是什么意思啊 季时玉 你帮我下车 喂 索时玉 我在他车上 季时玉 你敲我手机干嘛 喂 林总 喂 你们还好吗 嗯 还好 还好季子的事没追上来 这次 这次 这次多亏你陪我们演戏了 这次多亏你陪我们演戏了 如果不是你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没事 反正我这次回国啊 艳艳本来就让我假扮恶毒女 陪撮合你俩在一起 后来 你们要我配合你们骗群记责生的信任 对我来说 也只是顺便的事 我只能把你们到这儿了 剩下的事 你们自己加油啊 嗯 好 你到底滚不滚 不过我就报警了啊 我知道我没有资格求你原谅 但请你给我几分钟 让我给你解释一下 你应该知道 季则生的父亲 是我爷爷的私生子 我十岁那年 我父母的车 和我叔叔的车相撞了 我父母都没有抢救过来 罪魁祸首 就是我叔叔 他几乎一直偏执地记恨我父母 最后发展成了精神疾病 只是没想到 最后两败俱伤 那你跟季则生 岂不是既是兄弟 也是仇人 对 但爷爷害怕季则生知道真相以后伤心 这么多年以来 都没有告诉他真相 一直以来 爷爷的确更偏心于我 我知道季则生心理不平衡 但我没想到 他竟然会对我下手 所以啊 我那次受伤 并不是你的错 我就说 我那点力气 怎么可能把你揣傻呢 怪不得 我生日那天 就听见季则生 好像在和什么人打电话 季时宇和裴燕的关系 果然不一般 盯紧点 但是千万小心不要被他们发现 你在侦探事务所取文件 又在季时宇办公室偷拍资料 他们应该已经怀疑到了你 裴燕 后来才知道 原来韩美美一直都是她的人 你之前委托律师事务所 调查朱大宏勾结季则生 轻吞公款的证据 也是被韩美美劫走的 我就趁她那天带我回家喝酒 翻到了那份文件 她心情不好 我陪她喝了两杯